前陣子開箱玩DJI最新出的運動相機 Osmo Action 5 Pro之後 我對它的表現其實真的很滿意 但是身為一位熱愛記錄騎行的騎士 運動相機拍攝的畫面 在我影片中出現的比例可以說是超級高 大概有超過80%的畫面 都是有運動相機拍攝的 所以選擇一台符合我使用需求的運動相機 真的很重要 同時最近也有很多觀眾詢問我 想購買一台可以紀錄摩托車騎行的運動相機 到底該怎麼選 所以這一集我特地買了一台GoPro 13 打算來好好比較一下幾個 在紀錄摩托車騎行的過程中 我覺得最重要的幾點 同時這也是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DJI Osmo Action 還有GoPro 到底該怎麼選 Osmo Action 5 Pro 和GoPro 13 外觀上給我最直觀的感受 就是Action 5 Pro的體積 明顯比GoPro 13還要小 同時重量 Action 5 Pro 裸機是146g 而GoPro 13 裸機則是154g 前螢幕的部分 Action 5 Pro和GoPro 13 分別使用了前1.46英吋可觸控OLED 以及1.4英吋不可觸控的螢幕 主螢幕 則分別使用了2.5英吋的OLED螢幕 以及2.27英吋的螢幕 雖然GoPro的體積比較大 但是螢幕的尺寸 相對來說反而比較小 以使用體驗上來說 數據上看起來 2.27吋是小了1mm而已 但是在體感使用上 還是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差距啦 說到外觀的部分 DZI Osmo Action 5 Pro 體積很明顯的看上去 比GoPro 13還要小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塊螢幕 因為DZI的Action 5 Pro 它使用了這個OLED螢幕 所以在大太陽底下 看上去GoPro 13 就螢幕稍微那麼暗了一點啦 同時DZI的OSMO Action 5 Pro 它的螢幕佔比也更大 所以在螢幕的整個使用體驗上來說 我覺得還是DZI的OSMO Action 5 Pro 使用起來更為方便 而且它前面還可以觸控 所以我可以直接從這邊調整參數 非常的方便啦 而Action 5 Pro 因為有OLED螢幕 在大太陽底下的亮度 依舊非常足夠 同時因為螢幕大 整個UI介面設計的按鈕也比較大 加上這次有了4nm晶片的加持 不管在開機速度還是隨按隨拍 都比GoPro 13快很多 在遇到各種精彩瞬間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只能錄到大家在歡呼的畫面啦 幾乎就是按下去就開拍了 操控起來的感受也很好 想調整拍攝參數的時候 幾乎不會有誤觸的情況發生 加上也可以直接從前螢幕 觸控調整參數 所以對於螢幕的使用體驗上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DJI的OSMO Action 5 Pro 外觀上除了螢幕之外 現在Action 5 Pro和GoPro 13都支援快拆 快拆系統 目前GoPro 13以及OSMO Action 5 Pro 都支援這個快拆系統 自從我開始使用了DJI的OSMO Action系列之後 我發現這個快扣系統 真的是對創作者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快拆系統它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切換機位 假設我今天原本運動相機架設的視角 是在安全帽上 就像現在這樣子在安全帽這邊 那我只需要 我也不用雙手 我只需要一隻手 我就把它拿起來了 拿起來之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另外一個機位上面 這樣我在騎車的時候 它就可以拍到我帥氣騎車的樣子了 DJI的Action 5 Pro 是原本我們已經很熟悉的磁吸系統 在包裝內會直接附上兩個 讓我們使用 而GoPro 13 這快拆支架則是需要再額外購買 如果你不想用快拆配件的話 底座也有原本的支架 1.4吋的螺絲孔 有更靈活的固定方式啦 這一點GoPro 13會更方便一些 說完了外觀 接下來我想要談一談畫質 DJI的OSMO Action 5 Pro 使用了全新的1.3吋的感光元件 搭配F2.8的鏡頭 可以拍攝155度的超廣視角 最高可以拍攝4比3 4K120幀的素材 而GoPro 13則是使用了1.9吋的感光元件 搭配F2.5的鏡頭 最高可以拍攝5.3K 60幀的影片 兩台都支援10比特 HDR或者是LOG的色彩拍攝 那我現在拍攝的這個模式呢 兩台 DJI呢使用的是D-LOG M GoPro 13呢我使用的是GP-LOG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Action 5 Pro呢 因為它機內有還原的關係啦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個曝光 看起來 Action 5 Pro呢 是比較討喜的 那GP-LOG GoPro 13的部分呢 因為它拍攝這個GP-LOG 它沒有辦法直接機內還原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 它現在就是灰白色的 白天在一般公路上 天氣好的時候 這兩台運動相機基本上都完全沒有問題啦 特別要說的一點就是 這兩台機器在動態範圍上的差異 一樣好天氣的情況下 在山路上行駛到備揚處的時候 即使沒有速音 但GoPro 13的天空 基本上已經慘白了 而DJI的Action 5 Pro 則是有著13.5檔的動態範圍 所以天空的細節還是很清楚的 以我目前大部分的騎車環境 都是在零到裡面 而零到有著複雜的光線 所以就算拍攝當下是大太陽 但是實際騎在零到裡面 光線可能還是會被很多樹枝 樹葉影響 這次我把兩台運動相機 同時掛在安全帽支架上面 兩台的曝光都直接設定為自動曝光 剛好一起來看一看 Action 5 Pro和GoPro 13的對比畫面 之前我喜歡用GoPro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畫質很好 植出的色彩我也蠻喜歡的 基本上在後製的時候 你也不太需要要特別針對它的畫面 去做什麼太多的調色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次在拿到GoPro 13 要跟Action 5 Pro來進行對比 我真的也蠻興奮 也很期待GoPro 13展現出來的畫質的 然後實際把這兩台運動相機 用這樣的方式掛在安全帽上面 騎進零到之後呢 有幾點我比較特別想要提到的 第一點就是色溫 在零到裡通常會有大量的綠色 GoPro 13拍攝出來的畫面 綠色我覺得更偏黃一些啦 整個畫面給人一種暖暖的感覺 如同前幾代一樣 影片銳化的程度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蠻看個人的 有些人很喜歡 而有些人則是希望可以不要銳化的那麼多 同時在經過陰影處之後 曝光和色溫校正的速度 也比Action 5 Pro慢了一點 Action 5 Pro 可能是因為這次有4nm晶片 加上機身正面的歐字裡面 有多了一塊色溫傳感器 所以在騎乘過程中 調整的速度會比GoPro快上不少 比較接近肉眼看到的實際畫面啦 而GoPro 13可以拍攝5.3K 60幀的格式 在畫質上 我覺得GoPro還是略勝Action 5 Pro一籌 但是這個差距 我覺得還算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不至於到太明顯啦 好其實這兩台機器 對於在一般公路上使用來說 我覺得差距並不算太大 尤其是大家騎車的時候 通常應該都是在好天氣的時候騎車 一開始我拿到GoPro 13 還有Action 5 Pro的時候 說實話 我的確是比較喜歡 GoPro拍攝直出的色彩顏色的 但是因為我剪片剪得比較慢 所以呢就在昨天10月17號 DJI的OSMO Action 5 Pro呢 他迎來了一次更新 那在這次更新呢 我個人是覺得改變還蠻大的 因為他加入了這個馬率的選項 那現在大家看到有DJI OSMO Action 5拍攝的畫面呢 馬率呢就是高 那也因為他馬率現在的選項變高 也讓我覺得 就在最後一刻做出這個評測的時候呢 DJI OSMO Action 5 Pro 我個人是覺得是贏過GoPro 13的 不過另外一點很可惜的就是 因為他昨天才更新啊 就只好出來稍微小騎一下 7個半個小時 拍幾段這個市區騎乘的素材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那其實說真的以目前在白天 想要記錄這個騎行過程呢 其實兩台運動相機都蠻夠的 不管是在畫質啦 整個畫面的穩定性啊 我覺得兩台相機是不分宣置的 就是兩台都還蠻OK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的使用情境切換到了零到 甚至是夜晚的時候呢 那我覺得這兩台機器的差距呢 就出來了 而當戰場來到夜間 這時候可以說是Action 5 Pro的主場了 雖然說Action 5 Pro有個超級夜景模式 但是在經過了一兩個月的使用之後 我發現直接拍攝的畫面 對我來說就真的超級夠用了 噪點抑制的很好 畫面也很乾淨 在都市裡面拍攝直出的畫面 完完全全可以用 對於我就是很常在晚上拍攝第一人稱騎車視角的畫面來說 Action 5 Pro的表現真的很好 而GoPro的話 感光元件天生就比Action 5 Pro還要小 所以拍攝起來我覺得跟前幾代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啦 聲音在一部影片裡面呢 也是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因為我現在在這麼空曠的一個地方 這個風算是有點大啦 因為10月了 現在你們可以聽聽看 這是Action 5 Pro機內錄製出來的聲音 那現在呢 這個降風罩呢 我是把它調成牆 那接下來你可以稍微聽聽看 GoPro 13錄製出來的聲音 你可以稍微聽一下這兩台機器 在有風的環境下錄製出來的聲音 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那我覺得DJI還有GoPro呢 對於收音的方式呢 他們走上了一個完全截然不同的道路 DJI的部分呢 他是使用了DJI Mic 2 GoPro呢 他則是使用了這個叫做 媒體模組 所以一個是以媒體模組 就是你直接裝殼 收音的方式呢 就是有點像是直接在機身上面收 另外一個是以無線的方式連接來收音 那哪一個會比較適合騎摩托車呢 如果你是完全不想要講話 你也沒有要跟大家介紹任何的景點 單純的 騎爽的 想要收入那個ASMR的話呢 我覺得DJI的OSMO H15 Pro就非常的方便 因為呢 他後面這個 他是一個磁鐵 只要吸得上去的呢 你都可以把他吸上去 好 當我們把DJI Mic 2 掛在這個車身的任何一個位置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得到一段 這樣非常有質感的騎車素材了 說實話 H15 Pro錄製降風罩的聲音真的蠻讓我驚豔的 尤其是前陣子去試乘車子的時候 騎著2T的越野車 錄製出來的人聲還有引擎聲 也都非常清楚 這動力實在是太強了 使用體驗這一點又可以細分成兩項來說 第一項就是穩定度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使用體驗 使用體驗不外乎 就是我們在騎乘過程中 我們對這台相機的關注度 就是他存在感高不高啦 如果是一台好的機器的話 照理來說 他在出門拍攝的時候 他是不會給你有任何的麻煩 就是存在感是會很低的 甚至你都會忘記有這台機器的存在 那這樣我們拍出來的素材才是最真實的嘛 如果說到使用體驗的話呢 基本上這兩台運動相機的差距 就又變得更明顯了 先來說一說GoPro好了 GoPro在我拿到的那個晚上第一天 那因為他開機都需要更新嘛 準備要更新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畫面 他就直接當機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一台機器呢 他沒有好壞 沒有壞機器 只有適不適合自己的機器 那其實因為我之前覺得GoPro畫質很好 所以我就算是還蠻頻繁使用他的啦 那使用到最後當然也是因為就是 他會不定期的熱蕩啊 然後素材就常常就這樣不見了 以我的使用狀況來說 他好像不太適合我的使用狀況 因為我基本上出去就是拍一整錄的 我只是覺得GoPro比較不適合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穩定性 在騎乘的過程中 以我這樣長時間錄製 他太容易當機了 那我覺得這點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這個DJI的OSMO HM5 Pro呢 在我拿到到現在 可能已經快兩個多月 快接近三個月了吧 一次當機都沒有發生過 每次拍 他唯一關機的時候呢 就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一整天已經完全沒換電池 他的素材已經拍到爆了 電池已經完全沒電的時候 他才會自動關機 他也不會有錄製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跳出來說過熱 然後就請等待冷卻了之後 再繼續使用他 所以呢這一點也是我覺得 DJI的運動相機 我現在會比較喜歡使用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夠穩定 他讓我在出門拍攝的時候呢 我可以不需要替他操勞太多 所以這一點呢 真的要給DJI一個大大的肯定 第二項則是電池 GoPro13這次的電池 升級了 容量來到1900mAh 不過因為經過重新設計 所以以前的電池沒辦法通用 DJI的Action 5 Pro的電池 同樣也升級了 容量來到1950mAh 雖然容量升級 但是外型和前幾代的電池一樣 所以Action 3、4 依然可以使用 而這兩台運動相機的電池 雖然說都升級了 但是拍攝的續航 我覺得還是存在明顯的差異啦 GoPro在 OSMO Action 5還有26%的時候 沒電 關機了 OK 關於電池的這一點呢 我稍微補充一下 DJI的OSMO Action 5 Pro呢 他的電池續航 在拍攝1080p的狀態下呢 可以達到4個小時 以我這兩個月將使用下來 在拍攝4K60幀的狀況下 拍到了大概70分鐘的時候呢 這個電池的電量 還有50% 一直以來我真的很喜歡 DJI運動相機的這個電池盒 收納起來非常方便 在其他電子產品快沒電的時候 也可以反向充電 同時也支持快充 總結來說 我覺得Action 5 Pro的穩定度 比GoPro 13好蠻多的 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我決定都使用OSMO Action系列 紀錄騎乘畫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如同那句話 拍得到 比沒拍到 好太多了啦 這就是我以為熱愛騎車 記錄騎行 騎摩托車的騎士 對這兩台運動相機的評測啦 兩台運動相機都有各的好 像是GoPro呢 它也可以換什麼鏡頭啊 它有新出了很多配件啊 那當然這些都是 要再額外購買的嘛 那像Action 5 Pro呢 它當然也有一些 我覺得也蠻實用的功能 像是它機內呢 又自帶壓力計 你可以看到時時的海拔啦 它這次也有新增了47GB的存儲 那47GB可以額外再讓你多拍 可能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之類的 以上這些就是我以為熱愛 在記錄騎行的騎士視角 來看這兩台運動相機的表現 以價格、畫質、使用體驗 這幾點來比較的話 綜合來說 確實DZI Action 5 Pro的CP值會比較高啦 如果你剛好也在找一台 可以記錄騎行的運動相機 那希望這部影片會對你有幫助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這邊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